大家好,这里是佛之然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财神爷点名五大生肖,中秋节大奖运来了,属龙人必发。 今年2020年的中秋节正喜气洋洋,能让大家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那么在这一个,和家团圆的日子里,自然都想要美好的运气。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从十二生肖之中,到底哪几大生肖,是中秋节运势最好的,他们横财大旺。 买彩票都能中大奖,生肖狗,生肖属狗的朋友,伟人比较实在,哪怕自己吃亏也无所谓。 所以一直以来,朋友园非常旺,在中秋节,属狗的朋友将会横财大旺,有不少好运来临。 生肖属狗的菩萨护佑,在运势上能够一飞冲天,赚来钱财滚滚洗银门。 生肖属的朋友,在中秋期间可以说,是运气最好的一个,他们虽然大财不常有,但是小财连续不断,喜气洋洋,好运多多。 这一个中秋节让生肖属,积攒了很多财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惹人倾现。 所以请生肖属,一定要把握这次大好时机,尤其是横财运势上多多下功夫,一定能中大奖,得打财。 生肖属的朋友就是天之骄子,他们运气非常好,尤其是承接了中秋节的美好运势,更是喜气洋洋,好运不断。 所以在中秋节期间,生肖属的运气是最好的,一个人品大爆发,能够获得横财运势,喜气洋洋,好运不断,笑口常开。 这一个中秋节过得是十分的舒服,让他们中彩票获大奖,日子越过越精彩。 生肖属,运气非常好,赏天的恩赐,以及运势的加持,让生肖属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有意义。 尤其是今年的中秋节,双喜临门,喜气洋洋的,生肖属更是得到了横财运势的加持,买彩票重大奖,获得了很多的财富, 让他们从此,转运开始越来越兴旺,生活不愁金钱,事业越来越旺,生肖猪。 生肖猪的朋友好运气,已经很久没有光临肖猪了,不过越是大喜的节日,肖猪的运势就是越旺,虽然之前各方面运势平平,工作也很一般, 但是随着中秋节的到来,小猪的心情,也是异常激动和紧张,同学聚会什么的肯定少不了,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一番对比,这也更加激发了。 小猪的工作热情和势头,小猪只要努力,肯定就会有回报,业务能力提高,财运也跟住上来了。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 神智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如意吉祥,万事圣意,裁缘广静,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寿彼南山,年年有余,事事顺心,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如意吉祥,愿三宝加持和护佑,一生贵人多,小人少,不与人结仇,只与人为善的生孝,生孝虎,生孝孝虎的人一生胸襟坦荡,为人很正派,三观很正,是个有头脑,也有胆识,有追求的人。 属虎人做事情一向光明磊落,最讨厌阴谋诡计,处处与人为善,从不与人结仇,为人处事也很大方得体。 在公众场合里举止谈吐很有礼貌,有分寸,加上属虎人本身也是很健谈的人,学识渊博,跟任何人都有话题可聊,不会冷场。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属虎人都是很受人欢迎的,属虎人因此一生朋友很多,贵人愿很旺,没有小人靠近。 生孝马 生孝属马的人可以说是,十二生孝当中,最热心肠的生孝之一了,属马人天生的侠肝义胆,喜欢帮助别人。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属马人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总是会第一时间冲上前去,不遗余力去帮助别人,而且从来不求回报,从不与人斤斤计较,甚至有的时候命运委屈自己,也会替别人助想。 对待自己的朋友更是肝胆相照,忠心耿耿,朋友有难,属马人可以两肋插刀。 属马人绝对是,很值得交往的朋友,一生朋友多,自然贵人多,贵人多了,小人自然远离,生孝牛,生孝属牛的人,从小就特别的踏实。 但是,憨厚是个很听话的孩子,也特别懂得,很会体谅父母,孝顺父母,长大之后,进入社会,在工作上也是一个肯努力,能拼搏的人。 经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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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他们为人处事 总是本住一颗向善的心 很少与人结仇结怨 因此属牛人 也是一生福报连连 贵人颇多 生肖狗 生肖属狗的人 一向是侠肝义胆 对朋友最为忠诚的 属狗人从小就活泼 热情从小朋友就特别多 属狗人本身也是一个 很喜欢热闹的人 五湖四海 走到哪里都会认识 一大帮朋友 因此属狗人可以说是 十二生肖当中 最值得交往的生肖之一 不会出卖朋友 对朋友真诚 乐于帮助朋友 朋友有什么困难 属狗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 所以属狗人一向口碑很好 一生贵人多 小人少 南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向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 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打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